聖誕節快到了 相信女士們都會悉心打扮 少許遮瑕甲,準備去派對 但消委會測試市面上25款遮瑕甲油時 發現近七成,即17款樣本 含有至少一種歐盟禁用的致癌物 已將相關的樣本交給海關跟進 如這三款,驗出游離甲泉 可能會刺激皮膚,部份人更有過敏反應 而這款樣本便驗出有機溶液本 測試中,全部樣本都驗出有機溶液甲本 沒有超出歐盟上限 但消委會都提醒,這種物質對發育中的胎兒和兒童 健康影響較大 孕婦及胃部母乳的婦女應該盡量避免使用 另外16款樣本驗出多環方向境 會影響呼吸度及皮膚,亦會破壞海洋 更加包括已被歐盟禁用的物質 即是本病A因,因和內 其中13款含有內 另外兩款樣本分別驗出本病A因和因 消委會提醒,Gel甲時除了保持空氣流通 還有不少事要注意 例如事前,不要過份收走指甲邊的死皮 照UV燈前,應該先塗防曬用品 亦不要長時間近距離照燈 Gel完甲後,應該要盡快清洗乾淨雙手 每隔兩至三個月,讓指甲休息 如果指甲本身有細菌感染的話 就應該讓指甲完全康復才去Gel甲 Gel甲連監製 Gel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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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Gel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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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